序列卡狩猎之战打响 子女发动光子蝶的怪兽效果 去除一只超量素材 更改对方怪兽的攻守状态 并下降600数值 搭配魔法卡满永灵粉 让一只怪兽的攻击力 到回合结束为止上升1000点 有马吓尿了 虽然序列卡不会被破坏 但相差数值产生的伤害 会让有马的生命质归零 上马 光子蝶攻击霍普 天真 你以为你的怪兽有效果吗 去除霍普的一只素材 使对面的攻击无效 有马勉强保下一命 子女就这样结束回合 因为灵粉的效果 怪兽攻击力在复原的同时 下降1000攻击力 不过这样也搞清了霍普的能力 接下来就交给火男老哥了 解放四星的刀刃暴 上级召唤六星的亡灵暴标 这下六星的怪兽有两只 没错 就是超量召唤 叠放场上的两只怪兽 超量召唤光子飞奔暴 攻击力2700 有马惊呆了 玩光子卡组的都这么勇吗 启动霍普的超量效果 月神护盾 上当了 去除飞奔暴的超量素材 使对面怪兽的效果无效 并给予1000点伤害 有马打算躲过800的攻击 可是反而要受到1000点的伤害 黄之空间内星光体正在逃命 在感受到有马陷入危机后 一个狮神被黑光体抓住机会 他即将侵蚀掉星光体 此时攻击已经开始 有马集中生智 发动陷阱伤害瘦身 效果让玩家在这个回合 受到的伤害减半 有马生命值降到500 还没完呢 因为霍普的效果被无效 所以战斗依旧要继续 这下如果成功 有马将彻底失败 然而 他还有一张盖牌 陷阱卡半防暴 保护一只怪兽不被战斗所破坏 并且使玩家受到的伤害减半 有马所削到100 正是进入风中残烛模式 火男和子女以为稳了 盖牌用尽 霍普的素材打空 任谁看有马都没有获胜的希望 子女让有马直接投降 但有马永不言弃的性格 让他无法投降 火男老哥无语 盖上一张卡结束回合 轮到有马 发动注定一抽 怪兽新卡卡片飞车地 攻击力800 你们也可以叫他强欲飞车 在召唤的回合将这张卡解放 就可以抽两张卡 来 逆手 逆手